万里区的公有市场日前有摊伤反应 最近几个月公共电费部分突然暴涨 比往常多出1万多元 许多摊伤怀疑公有市场遭到偷接电 而对此新北市市场处也表示 会尽快安排水电机室来做检查 进一步来厘清大家的疑问 万里区公有市场里头 共有十多位的摊犯 而日前摊伤反应 最近几个月发现公共电费的部分 突然多出了1万多元 认为电费过高相当怪异 而摊伤表示 在新北市升格之前 公有市场的电费是由相公所来负担 不过在升格之后 除了摊位的个别电费 还有公共空间 例如电灯等费用 都是要全部摊贩一起平均负担 但是最近却多了将近有1万多元 让他们觉得有些夸张 一个月本来这个走廊的那个电费 本来是我们以前是香港送罐的 香港送都香港送吸收掉 我们只要负责我们自己摊位冰箱 电费就OK了 现在就是电费太高了 他要抓出来 他现在就是连走到的那个电费 都是要我们大家分摊 因为他这个摊 他这个电怎么没落去 他还没摊出来 摊商表示以每个月来算公共空间的部分 原本每个月只要七八千元上下 而最近却暴增到两万多元非常的不寻常 加上摊贩个别的电费在三千元上下 加起来每个月摊商就要负担一万多元的电费 对此市政府市场处将会派人来调查原因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会先请那个专业的 甲鸡店这样的一个厂商 来帮我们去就是巡一下 然后去检查一下 我们这个市场的那个水电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后续我们也会去检讨 这个建筑物的那个契约容量 用电的契约容量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适的调整 其实每一个摊位都有个别的电表 来计算摊商所使用的冰箱照明等电费 而公共空间除了日光灯之外 也没有开空调 对于电费暴增 让摊商一度质疑市场被有心人偷接电 而新北市市场处也将会请水电技师来做检查 进一步的来解决问题 记者时段亿万里财访报道